MING PAO TOR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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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WAPPY 今天在阿昆鄧身邊有阿Dee 湯俊儀 Hello 大家好 Hello DEE 遊派歌啦 今次上次是浮光 就是一個在水底找回自己 撈自己的感覺 向著光游上去 找回希望給自己 今次有些手 都市盈在努力的平凡人 我不敢說這個歌名 說了幾次你就會記得 平凡人 也不需要有特異功能 大家都是平凡人 但大家都很努力在拼搏 這就是你的中心思想 這歌是很直接的 浮光就是在水底浮上來 出水後 其實你要面對生活 我其實這幾首歌都是想寫一些 可以鼓勵自己 給自己力量 自己聽花都感動的歌 我打算寫這首歌的時候 其實做浮光之後 我就想做一首浮光的續集 因為好像一步一步 自己療癒自己 然後怎樣可以找到光 其實就是自己鼓勵自己 因為我想不是每個人都會知道 其實我們付出的努力 是應該自己要賺自己的 其實我本來想做這首歌 是叫做非凡成就獎 叫做working title 我覺得每個人 其實在他自己的世界都是很powerful 很厲害 因為如果你拼出去的世界做比較 你可能未必是最成功的 你未必會是走上班上台獎的 又或者你跑步去六環門比賽 你可能是耿頸亞軍 你拿不到冠軍 但你都很可能上台 或者有些人我練完跑 因為我其實以前跑得長跑 你練完跑 跑越野賽 跑六千環山這樣跑 跑完就只有二十多 即是你連十大都入不了 你連最後更加不會得到獎 但那一年你付出的努力 你真的從一三五之後去跑步 我覺得人生也是這樣 有很多時候 可能大家會記得的是 最成功的幾個 但我們很多平凡的人 我們都很努力做 我們自己在人生中 覺得應該要做的事情 好像不如做一隻 所以我做了這隻 都是仍在努力的平凡人 就是比平凡但閃耀的大家 每一個人都值得去閃耀的地方 只要他們很努力地去生存 去生活 其實在這個高壓的環境下 都不是一件容易事 要照顧好自己 所以大家都值得給自己掌聲 沒錯 所以我覺得心情很重要 可能有一刻喘息 你可以讓自己休息 其實我都做得不錯 其實已經不錯 因為我在忙的時候 臨睡前 我很喜歡看Facebook 很喜歡看那些 會給我一些正能量 我自己 等一會 Facebook 真是給你正能量 當然看看你會看什麼項目 但我是有追蹤很多 不同宗教和不同的金句項目 那些金句項目 有些人有些故事 其實有點像心靈雞湯 但是雞湯真的可以嗎 看人 有很多人都免疫了 雞湯這件事 但我自己 其實我自己是用力量 我不用到處告訴大家 我看那些東西看得很好 我自己看完之後 覺得舒服了 舒服點 吐了一口氣 我覺得是需要的 可能你會看Netflix 或者你會看其他YouTube 少少少少宵 可能開心了 也有一個方法 可能我看一些可以給我自己的力量 我亦都可以給我自己的力量 可以繼續做 我便繼續看那些東西 而我覺得 我做的兩首歌 我都希望可以給我一些鼓勵自己 和大家聽的人 我便很簡單 朝著這個方法去做 其實我看文案的時候 今次這首歌 就說和浮光是幾部曲的關係 現在是第二部曲 這個是浮光的時候已經想了 還是之後才想要生不同的東西下去 其實我想是同時的 但我又沒有特別計劃到三部曲 或五部曲 不如我做浮光 做浮光的時候 因為腦子有幾部曲 我覺得自己的很好 不如做完浮光那首歌 也做完它 我看今年 努力一點 因為上幾年 拍了《知道一般的事》 《漁風》 《不如滿結束》 覺得自己寫的好像都開始有人聽 不如今年的努力一點 做多幾首歌 都是我自己的感覺 所以做了《浮光》的時候 就想 不如都預備了《浮光》之後 就有時間派這首歌 其實同時我都做了第三首歌 真的做了 剛剛昨天才試錄 但因為剛剛試錄 所以是正在工作 那首歌也是一個進程 但我又沒有 在宣傳上 你會說一部曲 二部曲 三部曲 它是在同一個概念之下 做的歌 同一個世界觀 同一個世界觀 你的用字真的很好 同一個世界觀 對 我其實做的時候 我有一個很弱的概念 但我不是很喜歡在做歌的時候 然後設定了 因為那種感覺 我以前試過 但那種設定了 出來後 總會有些落差 因為有些感受 其實不是你定了那個位置 就很正確 但因為你做歌的過程 可能是填詞人 加上自己寫歌 寫melody 到做編曲 可能中間會有東西生出來 所以我一直定了一個簡單的藍圖 但就 go with the flow 看看同一個人活動的時候 遇到什麼 所以我說是同一個世界觀 就是 你正在想 你都是向那種方向去寫 但不是有框石 是不是一個一個進程也好 或者是一個你想表達的題目也好 那一刻不想太多 只是基於你自己在想 那樣東西去出發 對 當下一點 因為我想做歌的時候 因為我很珍惜可以做歌的時間 除了排戲 除了做其他工作之外 好忙 這件事是我覺得很重要的 如果我有時間可以做的時候 我就好好把握簡單的一點 所以我不想讓其他東西左右 其實現在做歌 上次跟你聊天 其實也有點不太實在 是啊 究竟做不做 是不是做 又放不下這件事 是啊 你知道上次浮光 之前我做了一個 VyStar的音樂會 其實做音樂會之後 浮光我唱了 寫了但還未錄 那時候 都在表演唱了 不如算了 上次的音樂會這麼好 這麼好反應 這麼好玩 好像要再開一件新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做 其實真的會容易 frustrate 或者容易 沒有人逼你 沒有人催你 如果你沒有心機做 又不會做得好 那你沒有時間 沒有心機 或者沒有人推 其實你不做 沒有人理會 其實真的沒有 因為這個世界有這麼多歌 還是有這麼多歌手 所以到最後都是看你自己的 所以我覺得你很擅長 你這麼多工作要兼顧 特別還有在排戲 戲與戲中間 你要抽時間去寫歌 去創作 去錄音 去搞MV 甚至在Day Off的時候 要出來做宣傳 你是自己在逼自己 同時這個逼 應該是逼得開心 很搞笑 開心一定有 滿足感一定有 還有我想 因為這件事真的是我的 做音樂這件事 是我自己的 我猜如果喜歡唱歌 或者喜歡做音樂 的人很明白 如果我不做 其實沒有人拿著你的手做 你的聲音 你不去練 沒有人拿你的聲帶出去 幫你調整 填詞你沒有想法 是不會有的 而我覺得 如果我現在還有這些想法 有這些心情去做的時候 我不做 我遲些看 我一定會後悔 我都是 比如浮光 我打算算了 不要做了 然後我就跟Nick說 我錄音第一天 跟Nick說 你做甚麼 然後他看到我的人猶豫 他說 其實這首歌可以嗎 哈哈哈哈 這次錄這首歌 你有沒有再問 這次 因為浮光的反應都很不錯 大家都有聽 我覺得很開心 聽到一些 feedback 多了一些信心 繼續做 然後錄的時候 因為很有趣 我就是 籌善滿志 做好所有預備 一到錄的時候 我是質疑自己的人 我經常都在 打倒自己的情況之下 然後慢慢 逐樣逐樣 才能令我很有信心 進去錄 所以這首歌 我看到歌詞 Oscar寫完的時候 哇 很好啊 歌詞這麼好 然後我進去錄音室 再錄 唱之前 我跟Nick 有一天說 我其實做不做呢 又來 我已經浪費了很多錢 他說我真的沒有錢 我又沒有公司 然後家裡又不是家底 然後自己做 然後Nick 他本身很有心機 看到我之後 他呆了 我明白的 他就要幫我做些心理輔導 因為 幸好我真的要很多謝人力 他知道我整個過程 做歌的 有時候可能 自己弄 很多事情 可能要自己做 很忙或者應付不了 他就會說 不是啊 上次的反應都很好 對的了 其實我們後來 我跟他都很有滿足感 因為後來有些少少成績 有少少人聽 我說其實 我們就是想這樣 然後這首歌你做出來 你自己都感動 我說是 其實很足夠 然後聊完這個計後 嗯 對 那我們繼續做 然後我就去錄 都是形賽 努力的平凡人 我覺得 Oscar 他由非凡成就獎 去到想平凡人這個歌名 我覺得很適合 其實 我其實有時候都是這樣看自己 就算你做了多少事情 你可能見過很多觀眾 你去過不同的舞台去做舞台劇 或者去表演唱歌 到最後你的生活 都是跟自己交代過自己的關 或者跟你身邊的人 我覺得這一點是 不知為何我覺得很有力量 很真實 我聽完你剛才說的那些掙扎之後 其實那個形賽努力的平凡人就是你 我和大家 即是很努力地去掙扎 為自己想做的事情去做一些事情 雖然當中是會有很多困難 是會想我還做不做好 所以值不值得繼續做下去 但是那個堅持就是你繼續努力那件事 所以錄音的時候那個感覺 我真的去到中間唱chorus的時候 阿尼也不知道 我只是告訴他 我唱到剛才很湧動 然後就掉了 然後他說 我感覺到 其實我覺得錄音的時候浮光也是 不知為何這首歌也是 可能因為這幾首歌都很觸碰到我自己想說的事情 我覺得如果我的音樂可以有這種感情的流露或記錄 就很適合了 應該是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阿Dee的音樂一向都是一個很真實的情緒去呈現給大家 我們在你的音樂裏面可以拿到那種真實 可以拿到那個 你很誠謹地扔出來給我們那個感覺 我們可以接收到的 所以那個互動或者那個關係才這麼緊構 或者我們才這麼喜歡你的音樂就是 不是一些很大爆炸的東西 不是需要一些很大道理的東西 但我們會聽到很舒服 還有是會有些得署在裡面的 所以繼續用你的真誠 繼續努力地去做你的不平凡人 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那下次有歌再聊了 好啊 Thank you so much